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 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 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拳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着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 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 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带着大腿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上队的梗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本来 巴巴巴巴巴巴巴模�ґ privacy meimm interpreter Құғға Құға ңғға Құғ үйделі ғарда құғғүл мүрді үйделі құныңыз ғығғың conversation etчелмит ұғғын джеб сүғғы ғғырд 요ын потому үйделі құға ұныңыз Құғын吃ка один-ыңыз құғын каждый құғдар оғынды оныңыз үмір bew Суғын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正当局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大当他一生进了那么一列上击 应办了 应不来西方当业得将军舍得天几乎 大当他一生进了那么一列上击 临乏今门法业舍 将军舍得天几乎 在自己的前面 上面虚空当中 大家一直搞的地方应该前半莲花上面 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想就是啊 就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重提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呢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掌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让他承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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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练完那衣服的话 上师融入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能迎接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今天呢就是讲这个无有臂量的根据 就讲这个道理 若无自证分 心事正义念 心尽项链骨 能知如数度 那么这个颂词呢 首先就是讲这个威士宗 真相威士宗 他们自己也这样说的 他们认为赐证应该需要的 如果自明自知 自己了解自己 这样的赐证没有的话 那有很大的过失 有什么样的过失呢 那自己的心思怎么能忆念 怎么能想得起来 以前你自己做的什么 比如说我刚才前面见过一个蓝色的补品 后来就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现在就想起来 现在想起来的时候 我就能回忆得起 我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样的地方 见到什么样的形象 蓝色的东西啊 那么这个呢 在我的脑海当中 这意念当中 记得清清楚楚 历历再现 这说明应该是有赐证的 如果真的是赐证没有的话 那么这种会议 怎么会是存在的 那么下面就是站在宗观的角度来 对他进行回答 心尽项链骨 能知如首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宗观 对威斯宗进行折破 那么你们如果说明言当中 刚才我做什么事情 或者昨天做什么事情 详细观察的时候 这种心是根本不成立的 这样一种如梦 如幻般的 自明自知的心的话 这一点我们宗观众 也是不会破的 显现折破的宗观牌 哪里都没有 折破现行的这种宗观牌 哪里都没有 但是你们自动里面 所承认的那种 不可分割 自明自知的那样的心 那这样的自证 在这里绝对是不合理的 你们威斯宗所承认的 这样的自证 其实是不用承认的 其实没有承认的话 不会有不能回忆的过失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回忆 并不是你们自己 自己所说的 没有这种自明的心 单独能享受 或者是能感受以前自己所做的 一切事的心事的本体 没有认知他不能回忆的这种想法 其实是不对的 那我们怎么能回忆 我前一段时间 我看见蓝色的布品 我今天能想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哦 我们可以有这个回答 因为这个心和外境 当时是有互相观念的 互相作为外境作所取 然后由境能取 所以他们之间有关带的关系 互相有关带的关系 那么这样一来 后来通过其他的外缘集聚 然后我就对外缘有关系的形式 能感受得到而已 实际上并不是你们卫世众所承认的 一个独立的 持命持织的心 由人知 人世 就是以前的一种独立的 自性的能取 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的相续前一刹那 或者是以前的事情 对外境有一定的关系 正因为有外境关系的作用 那么现在与外境缩练的能取 这种能取可以想起来的 那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比如说像印度以前 有一些独树 有一些独行的老鼠 那么这个老鼠 一般在冬天的时候 他要有些人 要的时候 当时那个人不发觉到 他自己已经诵读了 因为那个时候一般没有这个发作 然后过了很久以后 到了春天或者夏天的时候 开始闪电黎明 在那个时候 比如说大泪 下雨 在那个时候 一般的这种独树就开始发作 发作的时候 他就看见 原来老鼠咬的伤口当中 就开始出现一些独行 然后生病 结隆 在那个时候 他就感觉到 哦 原来那个老鼠咬我的身体 因为当时是他咬的原因 肯定是我中毒了 那个时候 他就回忆起他的这种独行 所以我们很多人认为是 当时的心 就是我们用会议的心 来了知 这样认为 但是我们中观音程派认为 虽然有这样一段会议的经历 但是这种经历 与外境有一点的关系 如果外境没有任何关系的话 那么自己独立的一个心 独立的能了知 当时的论据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 我们通过必量 来了知知证是存在的 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并不是你们所承认的那种知证 自己能了知的 但是这个从表面上看来 好像是破名言当中的 通过必量来成立知证的道理 实际上是神仪当中这种知证 因为维世东他所承认的这种知证 就是在神仪当中存在这样的一个知证 所以说 表面上看来是密言破的 但实际上是神仪破的 套elt 香港世衣警 魁 某 魂 魁 魁 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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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是破除反海折破 就是 行同怨见他 金骨性持敏 然土念旧药 见品不见药 那么威士忠对这个问题也是有一种回答 他们说有些情况应该是通过不同的因缘具足的时候也可以能见得到的 所以我们威士忠见自己的心 自见自心这是应该合理的 怎么合理呢 它是通过一种比喻来说明的 通过一种比喻的话 比如说我们小城当中也有这样的一种修法 经常像别人的心跟我的心一样的 别人的身体 我的身体也是一样的 然后长期的这样修等持的话 那么最后获得了这个禅定的真心的时候 自己就马上开发他心通 马上开发他心通以后 因为原来修的时候也是 别人的心跟我的心没有什么差别 这样想过 这样完了以后 你真正禅定修成完了之后 有他心通完全了知别人的心 有成千上万个人 你就知道每一个人想什么 或者说有几百公里以外的地方的人的这种想法和他的心思 一下子就马上能通达 有他心通的人 很远的地方的人的心也能通得到的 那这样很近的 自己的心 自己我前一段时间想什么 昨天想什么 这些事情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认为因为有他心通的人 有不同的修语的 这些人很远方的人的心就完全能知道 比如说我有他心通的话 美国总统现在心里面想什么 我就马上一灌就知道了 那这样的话 那么远的地方的人的心都知道 我自己昨天做什么 前天做什么 那这个事情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很远的地方的 很微习的 麻烦的能见得到的话 很近的 前面的瓶子怎么能见不到啊 这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说 自证应该是通过远近的一些比喻来说明的话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 应该能见得到的 对方提出这种问题 也是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中观下面对他回答的时候 内容不一定的 因为世间上的很多万物的功能 它的特点 这些都完全不一定是相同的 有各种情况 有些远的地方能见得到的 但是近的地方也见不到的 这种情况也是有 古代的时候 专门有一种药 这种药 只要是附在眼睛上的话 那么很远的地方的东西 完全能见得到的 这是有很多古代的高僧大德 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大德 去求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使用这些药物 咒语 这些道理应该可能很多公案当中都是有的 所以 比如说这种药 通过念咒语以后 就是你附在眼睛上 附在眼睛上的话 就几百游行 几百公里以外的一些宝品 或者是任何事物也可以看得到的 或者说我们地下的一些狂藏 地下的一些福藏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的话 完全也能看得到的 这个跟他行动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虽然他看得到很远的地方 但他自己的眼妖就看不到的 就相当于现在有一些道友 戴着那一种隐形眼镜一样的 就是自己都看不到的 外面是很远的地方 看得清清楚楚的 可能也有这种情况的 但这个比喻也可以说明 我们自己的心虽然是很近的 但是这个不一定能看得到的 这是每一个事物的功能 或者它的特性不想动的 有些就圆的地方也看得到的 近的也看得到的 有些呢 只能圆的地方看得到的 近的看得到的 所以按照这个小禅的说法的话 严格就自己就不能看自己的 但是依靠严格 就是见外面的很远的这个设法 就是也可以看得见的 就是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情况 也可以这个比喻 因此呢 卫士东你们所记出来的这个例子 就是是不一定的 而形式虽然很近的 但是呢 不一定行使自己能看得到自己 所以我们下期的之前曾经因为 你没儿时的记者会 学会来的 更多的事情 学会去的 是的 学会到那份 但是我们下期的情况已经有更多的 但是我们应该也没有跟上期的 就在这种事情 来说点 这个其他人 然后我们下期的 来说 我们下期的经历 我们下期的平址 在海底下的时间之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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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说 在明言当中 见闻觉者是不会毁坏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里有这么一个疑问 就是比如说我们把所有的自证全部都不承认的话 那会不会世间当中的所有的眼睛看见的 耳朵听到的 心里所了知的 然后世间的一切的一切是不是不承认了 因为你如果自己不能回忆自己 或者说自己回忆自己的自证分也是完全已经破完了的话 那么我们世间当中的明言全部会不会毁坏呢 就是不会毁坏的 那么前面我们破所有的自证的这些理证 是破生意当中不存在而已的 而生意当中应该是存在的 怎么存在呢 他这里已经说了 就是见闻一觉知 见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或者是先念见到的 通过耳闻的 然后先念必念而得到的觉知也好 或者是眼睛当看见的 耳朵当听见的 然后心里面所了知的 世间当中的 万事万物的这些明言的现象 我们在这个抉择 总观的现界的时候 并不是破除的 这个说得是非常的清楚的 因为我们在这里真正要折破的是什么呢 这里说折破的就是今生来世变成痛苦的因 真正是在路道轮回当中 成为痛苦的根源 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呢 对任何一个法的 室有的执著 室有的执著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破的 我们要破的就是室有的 不管是威斯宗也好 禅宗也好 禅宗宗也好 宗观宗也好 谁就承认为最终有一个室有的东西的话 那都是我们要破的 《伯乐经》里面也说了 从严根到乃至一切之之间的 一切万法就是如幻如梦的 甚至圣过涅槃的这些法 圣过涅槃的法本来是不存在的 但是如果有的话 也是如梦如幻的 所以这些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最大的一种障碍 就像我们藏朝佛教里面 就是德罗巴尊者 德罗巴尊者也是说了 他说是 显现为父 贪执这个父 就是显现的 不会束缚你的 显现为父 贪执父 断除贪执那罗巴 他对那罗巴的教言当中的话 我们眼睛面前 耳朵面前 所显现的 所听到的这些 你没有去执着的话 不会把你束缚在轮回当中去的 但是你如果去贪执 我眼睛看见的外面的这个色法 就多么好看啊 我喜欢它 我要执着它 那个执着的话 就是把你束缚在轮回当中 吴国广尊者也说了 他说是 不破善之显现 而破什么 善之执着 就是像善那样的这种现象的话 我们修密法的时候 也是经常有这种现象 比如说密法里面 就是专门有一些明典的现象 佛像的现象 金刚亮的现象 就是很多甚深的这些现象 我们都并没有破 但是你要破的是什么呢 就是对这个外景 执着 执着的话 不管是你本尊的执着也好 路道轮回的执着也好 或者是对众生的执着 其实执着一切痛苦的根源 因此我们一定要这个折破 来完结局 我们说的 这个主要是如果 一点就像组 hollow的 处理你 我们来说 我们来估计 来到你 我们来说 怎么可能 这样 都 我们来说 谢谢 我们来说 好 我们来说 我们 all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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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破除这个心 就是心心肺儿者优势 就是这个过失 其实这是以下呢 按照摩托仁波切的课判 是这个破我家乡为师中的观点 环境肺心外也肺全无矣 若是正肺矣 肺矣则肺事啊 就是希望你们那个字面上解释的时候呢 一定要这个解释 有时候中观四百论和这里的这种表达方式 基本上比较相同啊 就是肺啊 矣啊太多了 有时候不好理解 但意思是这样的 这个威士中呢 他们就这样说的 说是这个环境肺性 就是如环境一般的外境啊 就是山河大地啊 瓶子柱子以及任何动物的 所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外境 并不是这个心意外的法 心意外的如果法要真实成立的话 那就是一定要这个外境成立 但是外境呢 通过这个威士中的各种理论 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 所有的外境呢 就是绝对是不会成立的 所以他们这个威士中呢 不管是家乡威士中 真相威士中都共同承认啊 外面就是没有真实的外境 而且这个也是有理论的 我们这个宗观众和任何一个宗派 都可以最后到达这种境界 外境就是不能成立的 因此除了心意外的外境 就是环华般的这种外境 独立自主的 或者说是以自相诚实的方式 绝对都不可能成立 如果成立的话 有过失的 所以外境就是非心意外的这种法 然后以非心全无意 那么如果不是心意外的话 那是不是跟心无二无别呢 威士中自己认为这也不是 如果是跟心无二无别的话 因为他们自己承认心是不可分割的 不能分的 那外境的话有各种形象 各种颜色和一些分类等等 这样以后外面的这种法 有形象一样 心也有形象 有很多的过失 比如说是一个蓝色的东西 那么蓝色的东西 有冷趣的部分 有索取的部分 然后有很多的相状 这样以来自己的心也有这样的过失 所以说他们认为 外境的话也并不是与心一为一体的 而这个外境他认为是 就像我们以前也讲过 就是空中的冒法一样的 空中的冒法 就是因为具有言语者 他已暂时的一些迷乱的因 然后在空中自然而然 就是先前一种 显而不适的这种幻化现象 那么这个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我们隐秘里面观察的时候 毛发就是自己的心 是吧 自己的事 就是在究竟观察的时候 第一篇里面 《量力宝藏论》 但是这个《家乡维斯宗》 认为是 外面的这些 所有的山和大地 也并不是自己的心 如果是自己的心的话 就是心是透明的 也是就像是 那个无垢的水晶球一样的 就是它是没有任何够然的 而外境是一种迷乱的现象 所以《家乡维斯宗》的唯一的观点 外面的这些现象 也并不是心意外的法 也并不是心自己的本体 就是暂时在空中的毛发一样 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下面就给它进行剖析 若是真非矣 非矣则非矢 那么我们下面剖它的时候 如果你们那个心是石油的话 那么外境怎么不是他境呢 因为心是石油的 而外境不是石油的东西 所以跟心无二无别不能算得上 那这样意外的话 心意外的法怎么不是呢 应该是 或者这样也可以说 或者说 如果你们心石油的话 那怎么不是这个仪体呢 因为心是石油的 外境不是石油的 如果说是非矣 也就是说不是这个仪体的 也就是与心意外仪体的 如果心意外仪体的话 那么自己的心也应该像外境一样 就是陷而不适的了 而且陷而不适的 所以这个观察方法 我们通过两方面来可以观察 其实这个魄析的话也比较简单 怎么简单呢 因为你这个毛发 就是要么说是你跟心无二无别的 要么你说是这个心意外呢 应该是它独立存在的 你说独立也不存在的 跟心呢 就是无二无别也算不上 但是也有一个东西的话呢 这是这个说不上的 我说的 我说是这个 你把某一个 Right 我说他已经不够了 这个真正是不正当的 这就会把某一个 反正地的 我说是你 有个好好的 如果的话 这就会有点 我说 你 就会玩 什么 如果 我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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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